为庆祝佛陀纪念馆开幕双周年 佛光山举办两岸神明联谊会活动 现场聚集了来自海外的两千余尊神明 一千家各大公庙及两百组的镇头及信徒 场面相当壮观 网如一场宗教嘉年华 来自海内外两千余尊神明 上千家各大的公庙 白顶的神教齐聚佛光山 在锣鼓鞭炮声中有热闹的镇头 华丽的神教 还有三太子骑马舞 就仿佛是一场宗教嘉年华会 我们希望所有的宗教 同龙都能说好话 做好事 存好血 大家发展生活运动 陈居市长和幸运法师 也共同出席这场正会 这是佛光山佛陀纪念馆 欢庆开馆双周年 来自两岸的各大宗教团体 或是宫庙都齐聚一堂 藉由互相交流 意中求同团结包容 来展现宗教的力量 为社会的祥和一起努力 今天两岸神明联谊会 佛光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 胸襟包容不同的宗教 今年已经是第四年 佛光山是佛门圣地 但是今天它可以包容 各个不同的教派 这是一个非常宽大 也是佛光山之所以 是佛光山 已经是第四届的 两岸神明联谊会 规模逐年的扩大 除了透过各宗教的联谊活动 让全台各县市神明来到高雄 把佛光变成了宗教联合国 增加彼此的交流之外 也希望透过神明的保佑 让高雄顺利平安 无灾无难 港东新闻彭冠英 财务报导 从你的流程中 倒唱了 两岸前 多次 二岸前 点尾 点尾 点尾